2月26日 红海通吃AI产业垂直一条龙大商机 作者,A大 最近看我影片的人数有明显增加 不过有订阅是占7成 没订阅的占3成 想要养成每天看我影片的好习惯 你就记得按订阅 这样有新的影片系统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昨天我把红海第二季及第三季对AI机商问题做一个整理 听完昨天的影片后 大家就会知道红海在AI产业已经做了垂直一条龙的布局 而且红海在毛利率相对好的上游市占率特别的高 高达7成左右 刘董说上游因为需要技术 进入门槛相对高 下游做的公司相对多 没啥太大的技术 毛利率也相对一般 红海既然都在上游占到绝对有利的位置 那只要AI产业大爆发 那红海的毛利率、盈利率及获利一定就是受惠最明显的 市场一开始就是在幻想广达、伪创、光宝科、音业达能获利大爆发 结果伪创2023年获利已经开出 2022年获利4.01元 2023年获利4.08元 大增了0.07元 光宝科2022年获利6.19元 2023年获利6.36元 获利大增0.17元 这种搞笑的获利增加 结果一个股价涨4倍 一个股价涨2倍 真的就是把投资人的智商都按在地上摩擦 今天台股上涨58点 成交量3540亿 指数收在18948点 外资群买超50亿 期货多单增加2005张 期货多单留仓6151口 外资群买超台积电5093张 最近我除了追踪广达集围创的主力筹码分析外 我还有追踪台积电 我也和大家说过 逛达集围创中的主力及外资群都有出货指令的现象 台积电是完全没有出货的现象 之前我就说过 想要让散户相信台积电值688元以上 那外资群及主力就要把股价维持在700元以上 只要外资群及主力想要在台积电出货成功 至少要把台股拉上2万点 以上的话我在台股17000多点就说过了 现在指数接近19000点 外资群及主力目前还是没有能出货掉台积电的现象 以台积电这种重量行权之骨 至少要把股价拉上来占上688元维持至少3个月以上 这样散户才会中锚定效应 目前的散户还是不相信台积电值688元以上的 会这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2021年散户很看好台积电 觉得是护国神山 在600多元拼命的买台积电 而且无论如何都不卖 这就造成外资群及主力都无法布局到低成本的库存 自然外资群及主力就不会去拉台台积电 就放任台积电从688元跌到370元 接着在500多元整理很长一段时间 最近几个月散户终于对台积电失去信心了 所以外资群可以买到台积电50几万张 有20几万个台积电股东也卖出了台积电 想要让散户中锚定效应 至少就是要让股价在最高点的688元以上维持几个月 这样散户才会再度相信台积电值这个钱 如果外资群及主力现在不演了 那受重伤的就只会是外资群及主力自己 大家看外资群一直在增加手上的期货多单 也持续的买超台积电 很明显就是要持续的演好这一场戏 至于逛达机伪创 很明显近几个月买超最多的大摩已经在直立的偷卖了 重点是已经卖掉了一大半的股票 手上还有一半的股票要卖 剩下的外资群及主力也不是蠢蛋 他们也是看得懂主力筹码分析的 都看到大摩在直立的出货 他们怎么可能纯到再去拉抬让大摩卖更高 赚更多 一定就是让股价维持平稳或小跌一些 就让大摩少赚一些的出去 未来大摩的卖压结束后 他们看是不是再去延长好戏把散户骗进去 不过最近AI产业商机大爆发 一开始市场是看好二线及三线场股本效 市值低 比较好炒作 但现在这些二线及三线场的股价都炒上去了 获利完全没有大幅的增加 最近AI产业商机又出乎预料的大好 三大法人都开始去炒作大型全职股的台积电 联发科这类的大牛股了 目前AI概念股中最大的龙头股是鸿海 股价完全还没有上涨 现在外资群及主力自然就要去布局鸿海 AI产业商机这么大 你不要在那幻想什么二线或三线场能吃得下 一定就是鸿海这种一流大厂才有可能吃下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最终资金一定就是会转向鸿海这种大型全职股 现在因为FED把利率升到5.25%到5.5% 很多法人及外资群很注重资金效率 所以一定要等到有明显的利多及大方向才会想进去 现在鸿海大概就是差一个毛利率来到7%之类的消息 只要三月中或五月中鸿海开出毛利率7%之类的新闻 大概就是市场开始集中到鸿海炒作的时机 有一些外资群及主力现在可能会偷偷摸摸的小量先布局一些 毕竟现在的股价便宜 当鸿海开出毛利率7%这类的新闻 虽然股价动得很快 但那时想要买到大量的股票难度就相对大 这时会有人说 鸿海毛利率三月中及五月中不一定能开出毛利率7%啊 嗯 但外资群及主力现在布局的好处在于 每一年鸿海都会有除息前涨一波的行情 不论三月中或五月中毛利率有没有开出7% 至少都会有一波除息前行情 现在布局一来就是有除息前行情 二来就是毛利率如果7%的话 手上就会有一些库存 之前我说过 外资群及主力之所以容易赢 那是因为他们会布局低成本的库存 向上拉一个毛点后 随便卖都能赚钱 所以最近大家看到外资群有小量的在买鸿海 就是这个道理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一 鸿海通知AI产业垂直一条龙大商机 二 外资群及主力在广达集委创的操作 三 工作十年存七百万几年就在股市赔光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50.55亿 投信买超台股30.59亿 自营商买超台股15.79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35.75亿 外资群期货多单增加2005口 期货流仓多单6151口 三大法人期货流仓为多单4080口 今天台股成交3547.61亿 上涨58.86点 涨幅0.31% 收在18948.05点 电子上涨3.11点 涨幅0.32% 收在980.19点 金融下跌0.06点 跌幅0% 收在1700.9点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瑞银 买了2821张 第二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2156张 第三名的是凯基台北 买了682张 买第四名的是元大竹南 买了670张 第五名是元大 买了419张 买第一名的台湾摩根 买了1212张 买第二名的是星光 买了573张 买第三名的是台银 买了361张 买第四名是富邦 买了278张 买第五名的是华南古亭 买了201张 今天永峰哥买3206张 买3029张 均买103.5元 均卖104元 合计赚了86.8万 今天12点时鸿海成交量 有放大的买103.5元 很明显是瑞银 小摩吉永峰哥买的 其中永峰哥买最多 买了3206张 这时会有人说 永峰哥怎么这么厉害 104元卖最多的也是他 今天鸿海104元 仅成交4437张 结果就有3209张 都是永峰哥成交的 其实永峰哥的玩法也很简单 一早永峰哥就再跌0.5元 跌1元 涨0.5元 涨1元放买单及卖单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到 红海上下都有几万张的买单及卖单 这就是永峰哥党的 永峰哥会观察红海中的成交力道 如果发掘卖的力道比较大 这样永峰哥就会向下卖平盘 然后再跌0.5元买 如果一开盘就成交在平盘 及跌0.5元 这时永峰哥观察一阵子后 发掘卖方力道大 就会把党再跌0.5元买的撤掉 党再跌1元的留住 然后奋力一级的卖跌0.5元这价位 然后再跌0.5元及平盘再放价单 让散户觉得红海上面压力很大 这样永峰哥就能再跌1元 接到散户或外资群卖的股票 今天的情况是永峰哥发掘向上的力道大 就把党再涨0.5元的卖单撤掉 后面发生平盘党的买单越来越多 永峰哥就知道今天外资群想要做多 至于是哪一个外资群要做多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 当永峰哥发掘外资群想做多 也有外资群用比较大的单买进 这时永峰哥就大单买进 但永峰哥比较不会像小虎队这样499张连发 然后一秒就结束 而是大单的一直买 企图引导散户进来跟买103.5元的价位 后面103.5元的价位站上后 永峰哥就故意在103.5元挡很多的买单 企图让散户觉得103.5元很多人要买 这时散户就会比较愿意买104元 这时会有人说 这样永峰哥挡在103.5元的不会成交吗 其实永峰哥只要一直撤单再挂单 这样自己挂的买单顺序就会延后 这应该很好理解对吧 现在台股就是主笔成交 你越早挂 你排的顺序就越前面 一开始永峰哥在103.5元挂买2000张 结果有一些外资群 法人 散户看到103.5元很多买单要买 他们也跟着挂 也许这些外资群 法人 散户合计能挂3000张 这时103.5元就会有5000张要买 但永峰哥根本没有想要买103.5元 他只是想要卖104元 然后让103.5元看起来很多人要买 他就会把挂的2000张取消 然后再挂 这样永峰哥的顺序就会在外资群 法人 散户挂的3000张之后了 如果永峰哥发觉103.5元很多人要买 撑不住了 因为他已经更改顺序了 他的2000张是排在3000张后 这时永峰哥就把挂的2000张取消 然后把买103.5元的单再以103.5元卖出 但今天很明显永峰哥是成功的 假挂在103.5元 也有很多人愿意去买他挂在104元的卖单 所以永峰哥就成功了 大家不要觉得永峰哥赚钱很简单 他这种玩法一定就是时时刻刻都要盯着盘 然后观察买方及卖方的力道 还要观察目前挂单还有多少 然后还要挂单取消 永峰哥这也算是技术活 刚刚说今天想要做多的外资群 以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瑞银 买了2821张 买第二名的是小摩 买了2156张 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瑞银及小摩想要做多 结果被永峰哥抓到了 我们在从2月19日到2月26日的主力筹码面来看 瑞银合计买超11907张 小摩合计买超2635张 从主力的进出表来看 瑞银确实今天有做多的动机 瑞银从2月19日到今天买了11907张 均价在103.52元 自然是希望股价能向上 不要再被永峰哥这样挡在下面 也不希望永峰哥玩向下灌杀0.5元的游戏 不然放任永峰哥这样玩 股价就会从103.5元跌到103元 102.5元 102元 101.5元 101元 100.5元等 瑞银今天宣示主权给永峰哥看 也是合情合理的 今天可能瑞银这样做也是故意让一些人看懂的 就是很明显的宣示说 我就是要做多 你不要再给我玩向下灌杀的把戏 瑞银可能就是今天在平盘一直增加挡买单的外资 瑞银就是越挡越多 就是要让永峰哥知道 你不要给我玩灌杀平盘这招 我在平盘都敢放到6000张 7000张的买盘 你永峰哥玩向下灌杀的游戏 了不起就是拿2000张 3000张的量出来玩 只要你今天敢灌杀 等于就是你和我一起同归于尽 你就给我想清楚一点 最终永峰哥就选择向上拉抬0.5元 当再涨1元卖 这样就是如了瑞银的心意 他又能赚钱 以近一个月来说 买1万张以上的外资有瑞银及港卖格力 台湾惠利及上海汇丰也是有买5000张等级的 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外资群偏多 未来如果有更多的外资群买 鸿海的成交量就会放大 那时永峰哥就很难操作了 今天鸿海成交20123张 股价上涨0.5元 收在103.5元 外资群买超3902张 投信卖超648张 自营商买超771张 最近投信及自营商的行为有一点奇怪 一般台股长期都是投信买超 自营商卖超 会这样的道理在于自营商把ETF卖给散户 然后向投信申购 投信再拿申购的钱去买投资组合中的股票 这就会造成投信一直买 自营商一直卖 鸿海中的刚好是相反 投信一直卖 自营商一直买 不论自营商及投信在搞什么鬼 近6个交易日下来 三大法人是买超25182张 从1月23日开始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鸿海33949张 近期外资群及主力有开始在布局除息前拨断行情的味道 我说过 外资群及主力想要透过除息行情赚一拨短线差价 那他们至少也要在低价先布局一些库存 鸿海3月14日会开出去年第四季财报 可能3月中就会公布今年股息 5月中就会公布第一季财报 从伪创去年第四季财报来看 毛利率及盈利率有因为AI伺服器而提升 所以鸿海在3月中公布工业负联的财报时 理论上毛利率、盈利率及获利也都会不错 工业负联的营收占鸿海营收三成 工业负联获利占鸿海获利六成 所以工业负联的毛利率、盈利率、获利好的话 鸿海毛利率、盈利率、获利自然也会好 当鸿海开出好的毛利率、盈利率及获利后 股价就容易上涨 那时外资群及主力想要布局低价库存就会变得很困难 今天是2月26日,距离鸿海开去年第四季财报 大概还剩下半个月 最近外资群每天了不起就是只能买超3000张左右 这样布局要不到民国几年 所以可能哪一天冷不妨就买个几万张交朋友 这样才能在低价持有大量的股票 如果外资群想要玩鸿海今年的储席行情 那接下来能玩的花招就会越来越少 接下来就是要动真刀真枪地买 不然买不到相对充足的低价库存的 新闻说 辉达自建一条龙AI生态圈 台厂供应链售汇名单曝光 随着AI从CPU转位GPU 专家指出 辉达 NVIDIA 在cooler平台不见的AI生态系已十多年 相当成熟外 最令人震撼的就是销售模式出现改变 从过去只卖绘图晶片转位 直接一条龙生产自由品牌伺服器 包括DGX或HGX甚至提供自建云服务 借此满足云端 政府 企业甚至新创各种采购需求 辉达也因为直接下海做伺服器 在本身没有组装厂的前提下 被找上的台湾代工业者瞬间镀金 地位从代工升级到盟友 震撼的是 辉达针对LLM模型推出的A100或AG100 直接从过去只卖晶片 转位提供自由品牌伺服器 DGX 与准系统模组 HGX 销售模式整个大改变 一名分析师指出 辉达连伺服器都想抓在手上 说明其确保了AI GPU地位企图 分析师表示 以往 伺服器业者的接单来源 为云端服务业者 Tier1 或政府气象中心或电信 Tier2 企业 Tier3 如今会打这家晶片大户跳下来 等于打破以往的生态结构 而一份外资报告 更从伺服器模组 机板 主机板到系统组装一一拆解出 此次打入辉达供应链的台厂 键表 像是鸿海工业复联旗下 红柏负责GPU模组 之后交给伪创做成主板 再让广达 营业达组装主机板 并由广达 技嘉等厂商做成准系统HGX L6 散热业者分析 HGX可自定系统规格 让戴尔 惠普或者微软 谷歌等云端客户依据需求 设计AI伺服器 至于挥达的DGX 就是自由品牌完整的系统 单价最高 据悉是想让没有自行设计伺服器 及开发任体的企业快速自建AI算力 这部分外资值值 为创拿下绝大多数订单 工业复联自支 一般来说 打板子 有关系统良率 是客户们最关注的重点 此次能做到挥达主机板 L3 等前段制程的业者其实不多 重要性却相对高 针对挥达的供应链 Mike分析师沉默风不便评论个别业者 但他分析 同样是组装伺服器 若只是从L6做到L10 里面的板子 主板 主机板 也是拿其他大厂县程做好的 言下之意 后段硬体代工的差异性是不大 新闻说 光宝科26日公布 2023年全年及第四季营运成果 合并营收为新台币1483亿元 全年毛利率和营业利益率 为22%及9.8% 分别年增2.8%及1.1% 税后纯益达新台币146亿元 每股盈余获利6.36元 年增3% 董事会也在今日通过 配发第四季每股现金鼓励2.5元 加上2023年上半年 现金鼓励2元 2023年全年 每股现金鼓励达4.5元 光宝科2023年第四季营收 近新台币370亿元 受惠于高价值事业成长 供应链韧性优化与营运效率提升 第四季毛利率达22% 年增2.5% 营业利益率为9.3% 年增1.6% 其中 营业费用来自研发的投入占当季营收 6.2% 年增幅度进一程 持续聚焦云端 光电 5G及新事业投入 第四季税后 纯益为新台币35亿元 每股净利达新台币1.5亿元 光宝科表示 2023全年度获利能力与营运持续提升 来自于持续集中化 数位化营运管理 以及导入AI工具的总效 2020年至2023年 高价值事业的成长 以带动获利能力持续提升 毛利率 营业利益率自2020年的17.4% 6.5%成长 至2023年的22% 9.8% 获利与产品结构均提升与优化 光宝科技总经理邱森斌表示 光宝自2020年启动转型 不化短 中 长期目标 加速高成长领域的发展与新赛道布局 同时积极导入AI 数位化工具强化竞争力 打造敏捷 反应快速的组织 A大回答 光宝科2022年赚6.19元 2023年赚6.36元 多赚了0.17元 这和伟创2022年赚4.01元 2023年赚4.08元 大增0.07元 有异区同工之妙 光宝科在2022年时股价60几元 最高涨到接近180元 最近跌到107元 还比鸿海103.5元高 这就是市场搞笑的地方 市场就一直在那吹牛二线 及三线代工厂能发大财 结果伪创获利大增0.07元 光宝科获利大增0.17元 伪创一年获利大增0.07元 股价从28元涨到161元 今天伪创股价还收在117元 外资群 主力及法人 就是把散户的智商都按在地上摩擦 更搞笑的是是竟然还有人会中招 我也是不懂这些人怎么了 在那看摔鸿海 结果伪创获利从4.01元大增0.07元 来到4.08元 结果股价涨到117元 还有人在100元买到觉得很臭屁 觉得自己赚好多 这就是散户的悲歌 他们傻到不懂基准点的概念 也不懂自己在投资或投机 当一个人没有基准点的概念 他在股市中出局就仅是迟早的事 试想 今天给你买到一档潜力股或标股 如果你没有基准点的概念 你根本不知道这间公司值多少 有一些散户会去买一些投机股 觉得这些投机股比较容易会飙涨 但所谓的标股就是有主力 法人及外资群在里面炒作 当够多的散户买到后 三大法人手上自然就没有 当股票都落在散户手上时 你怎么会天真的觉得 外资群及主力要帮你把个股变标股 我就问一句 外资群及主力手上又没有库存 他们花了一大堆的成本 帮你把投机股变标股 他们是否新来着还是大善人吗 这些AI概念股之所以会成标股 就是因为三大法人在里面炒作 后面三大法人把股票出掉后 因为散户的成本就在均线上 所以股价会维持在均线一阵子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就会有偏空的主力在里面玩向下贯杀的游戏 当散户跌到触及自己的临界点时 他们就会人踩人的止损 很多散户因为没有基准点的概念 进到股市就是送钱的角色 当钱赔光后 才在那悔恨 很多散户看不起价值投资 结果赔光了才在那说 早知道当初怎样就会怎样 一切都晚了 上星期六我们分析广达 从1月19日到2月23日的主力筹码 那时得到的结果是外资群及主力止损 小赔五元左右的差价 会追踪到一个月以上的人 代表已经看得蛮远的 这种近一周 近一个月的主力筹码 比较容易看出外资群及主力的心态 一般散户根本不可能去追踪筹码 他们了不起就是看一天 不然就是一周 不可能看到一个月或三个月 以一个月的角度来看 大摩是止损 然后赔了9000万 但你从去年12月初开始看 大摩到2月15日 也就是广达开出1月营收前 合计买超了31364张 平均布局成本是225.6元 在广达一月营收开出来很鸟后 一副很久菜的止损在246.2元 但整体来看 大摩是225.6元买 246.2元卖 大赚20元的差价 已经实现的六成的获利 也就是18610张 这部分就赚了3.7亿 很多散户不自量力的觉得 广达很会涨 伪创很会涨 他们去那里面能赚好快 即赚好多 结果大摩短短的三个月就赚了3.6亿 剩下的12754张 大概还能赚2.5亿 今天大摩持续的止力广达 买1332张 卖2517张 合计止损1185张 均卖价在240.39元 大摩均卖价在225元 还剩下18610张 我从主力筹码面看出来大摩在偷跑 剩下的外资群及主力自然也是知道大摩在偷跑 今天很明显外资群及主力也不敢去拉台广达股价 大摩今天有一边拉台 一边偷卖 波段买超第三名的小摩 合计买超26858张 今天也是卖了818张 波段买超第二名的美龄 买超27719张 今天比较偏小量的护盘 买636张 买887张 合计买超251张 当充赔140万 波段买超第四名的高盛 合计买超20655张 今天也仅是小护盘 买595张 卖753张 合计卖超158张 当充赔19万 瑞银今天也是小护盘 买1545张 卖1425张 合计买超120张 当充赔21万 瑞银是波段买超第五名 合计买超12979张 现在外资群及主力都知道大摩想要直立的卖出 所以也不会纯到去拉给大摩出 就让大摩在240元左右直立的卖一卖 未来大摩卖光后 再看看有没有机会透过护盘 拉抬的方式把股票导货给散户 上星期六我们分析伪创主力筹码如下 从2023年12月1日到2024年2月15日 大摩买超伪创45904张 平均布局在103元 在2月16日到2月23日卖在122.7元 大概赚了5.4亿 剩下的18595张 也是能赚到3亿左右 大摩最近很明显就是在出货伪创了 星期五才大卖了9708张 剩下的18595张 下星期一定也是会卖的 这也没啥好说的 大摩这一波在广达集伪创算是大获全胜 剩下的外资群及主力进一季成本 也是在102到105元 大概也都是有指令了一些 平均是卖在122元左右 这就是散户会赔钱的原因 今天大摩持续的出货伪创 卖超641张 大摩有买633张 卖1274张这样一边拉抬 一边出货的 大摩还剩下18595张 其他的外资群及主力也是知道大摩要在伪创中出货 也不会傻傻的拉高给大摩出 今天小摩也卖了1738张 小摩是波段买超伪创第二名 合计买超26365张 只要小摩的筹码也松动 伪创就准备下去100元了 今天卖第三名的是统一 卖超2004张 统一是波段买超第六名 买超了12017张 已经出掉了6232张 等于就是指令一半了 今天再出掉2004张 剩下4000多张就要出清了 今天富邦也卖出986张 富邦是波段买超第七名 买超11953张 所以大家应该能很明显的看到主要的外资群大摩一旦卖出 剩下的外资群及主力也会选边站 外资群及主力是一群不是一个 他们一开始的方向也许会一致 到后面就是看谁跑得快了 毕竟短线就是零和游戏 没有永远的朋友 一开始所有的外资群及主力一副大团结的样子 但大摩开始指令的卖出后 剩下的外资群及主力也开始指令 现在就是只有傻乎乎的散户会进来买 因为这些散户中了锚定效应 他们不知道外资群及主力的成本在102到105元 这些散户天真的以为伪创股价从136元跌到117元 觉得已经跌好多了 觉得好便宜 外资群及主力只要能成功地把散户引进来 他们就能直立地赚一大堆钱 最终外资群及主力跑光后 之后就不会有人去拉台及互盘伪创及广达了 一般讨论区网友劝试文 我失败的人生 辛苦工作10年存到的700多万元 平常省吃减用连蛋也舍不得加 三 四年前开始接触股票 重压某当股票损失30%砍掉认赔 过了一段时间竟然变成标股 股价翻了快四倍 满脑子都是如果当初没卖早就财富自由了 后悔莫及但也没办法 只想要把输的钱赢回来 又一直不断地重压个股 都会变成标股 每次赔到50到100万又会受不了砍掉 到现在存款只剩下不到10万 还是想着哪天能买到标股 把过去输掉的钱全部拿回来 明明一手好牌却打得稀烂 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交女朋友 有办法借得掉吗 好痛苦 A大回答 网路上很常会有一些创作文 不过这一篇不论是真的或是假的 确实就是一般散户真实会遇到的事 如果你工作省吃减用 10年确实是有可能存700万 以我个人的经验 工作前15年大概就是能存900万左右 确实一开始我在吃东西时 也是会舍不得买比较贵的东西 这个习惯维持到最近几年 记得在前几年 我去吃牛肉面时 都还会下意识地点牛肉汤面 因为这样比较便宜 不过这几年已经改掉这习惯了 现在我吃东西都是想吃就吃 不太会再去管价格了 这算是一个转捩点 其实很多人很难改掉这种习惯的 一开始年轻时你赚得少 你自然就是要少花钱 多存钱 拿存到的钱去投资钱滚钱 如果你的资产到了某一定的水准后 这时你依旧是省吃俭用 那你很有可能就会掉进 手财奴的错误中 我看很多年轻人会觉得 自己赚的钱自己就要花掉 觉得别人当手财奴不一定是好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年轻时你就是要多赚钱 少花钱 然后把钱拿去投资生钱 到资产有一定的水准后 你该吃就是要吃 该用就是要用 不用再省吃俭用了 这样你赚钱才会有意义 不然你存了一堆 赚了一堆 最终也仅是变遗产 回到上面这位网友的问题 一开始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就是多赚少花 好不容易存到了700万 结果投资把钱赔掉 我常说 财富自由三要素 知识 资金及时间 很多人辛辛苦苦工作存了10年 15年 好不容易有了资金 但他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重点是他还没有任何的 投资及理财的尝试及知识 最终你辛辛苦苦存的700万 就是拿去送人 有一些人是努力的去学习投资及理财的尝试及知识 但他还没有存到资金 一开始资金小 他们会觉得正确的投资及理财速度很慢 所以渐渐的就会走上投机之路 所以财富自由很简单吗 我是觉得一点都不简单 尤其是穷人 一般的穷人从小无法接受好的教育 未来出社会后 薪资也是少得可怜的三万 四万 出社会工作又要到大城市才会有工作机会 到了大城市后 你除了要支付每个月的生活花费 你还要拿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钱给租屋的房东 你到大城市工作一个月拿三到四万 一个月生活开销 交通费可能就要一万五了 房租七千 这样就两万二了 薪水三万的话一个月仅能存八千 薪水四万的话一个月仅能存一万八 那就更不用说什么孝亲费了 一般穷人是更需要给孝亲费 所以每个月都会是月光 你财富自由三要素的资金这项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达成 有一些人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存了十年 结果就像上面这位网友一样拿到股市中送别人 最终又要持续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可能要再存个十年 才会有一千万 上面这位网友为什么会抱不住呢 道理很好懂 因为他不了解价值投资时要素 所以他对持有的公司没有基准点的概念 而且他也没有健全过自我心里面 所以股价波动时 他就会止损卖出 以这位网友说自己买到的个股会跌30%到40% 会涨4倍 这种就是投机股 一般你买到投机股时 当你持有时主力及法人就没有 当你卖掉后 股票又回到主力及法人手上 所以当你卖掉后股价涨4倍 那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如果那位网友不卖 可能那档投机股的股价就会继续的下跌 我常和大家说 投机股的股价没啥意义 单纯就是用来引走对方钱的工具 我常常看到一些人来算红海股价太稳 我只能说 如果这位网友五年前拿着700万看我文章 看了半年后决定投资红海 一开始就使用个人信贷借220万 这样就会有920万 和我一样买进均价78元的红海 这样可以买118张 在股票值借4成 可以再买47张 这样第一年就会有165张 接下来每年薪资 奖金 股息再投入 五年后至少可以赚股息347.5万 差价赚420万 合计赚767万 过程中你也不会在那内心细一堆 红海股价波动也不会出现让你赔30%或40%这种事 767万仅是你第一年买的 后面如果复利再投入 最终你一定是赚超过这个钱的 一般人常常幻想要买到投机标股快速翻倍 但如果你就是买到稳健的个股 再使用一些金融负债 五年后赚到的钱是你当初不敢想象的 有一些人还会觉得红海就这死样子 就算红海表现死样子 你还是能稳赚公司每年给你的真金白银 和你每天在那玩投机标股 几年后把钱赔光强得多 这时会有人说 这位网友仅是少数 很多人投机都发大财 真的是爱说笑 每年政府及券商固定会收交易税及手续费3000多亿 股市中又有厉害的外资群 投信 自营商 主力 投机高手 投机老手 大部分进到股市中投机的人 100个中有20个能赚钱你就偷笑了 赚钱的两个中 10个可能就是小赚一点点 连订存货大盘都赢不了 大概就仅有5个能赚赢大盘 剩下5个可能暴赚 而100个人用一样的方法5年前投资红海 这100个人得到的结果都一样 就是大概都赚了50到60%左右 很多人很不自量力 以为自己是少数5个暴赚的投机者 其实他们都是那80个赔到怀疑人生的 我常说 你就自己选要用时间吻赢 还是想要赌看看自己是不是少数的赢家 一年中我会去抽一两次金融股 抽中率约7到10% 我也常常觉得我会抽中 结果我用了几个家人的账号一起抽 最终还是没有抽中 所以不要以为5%的几率很高 想要成为这5%的高手 你要付出异于常人的努力 你还需要一些运气 而你投资红海就单纯的仅需要 买进 持有 等待 不要出局 然后前每年就稀里稀里哗啦哗啦 前而下来了 会有人说 我没时间看盘 我没时间理他 我没时间看法说会 我看不懂财报等 嗯 很好 时间到了钱一样稀里稀里哗啦哗啦的进到你的账户中 投资好的公司就是这样 一言不合钱就是印流到你的账户中 你不要都不行 价值投资只要你一分努力的买 你就会多一分收获 不会有啥太大的意外的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摇滚去的朋友们 拿助理人乐请来 红海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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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三百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